她是清朝最丑的公主,十七岁首寡,慈禧对她又敬又怕,老照片为正。 荣兽孤伦公主是青石稿,中纪录的最后一位公主, 她是公亲王义的长女慈禧老佛爷的养女荣兽公主,性格沉稳,又不苟言笑, 就连权倾天下的慈禧都对她礼让三分钟兽公主十二岁, 时慈禧就开始为她挑选夫婿,后来将她指给了孤伦俄夫锦兽的儿子智端子, 人性格温和长相斯文又上进,后续但是结婚五年之后, 智端就因病叙事就这样荣兽公主十七岁,就成了寡妇, 没有子嗣看到荣兽公主年纪轻轻就守寡身为过来人的慈禧, 又将她接回宫中守寡厚荣兽公主,既不穿花哨的衣服,也不装饰打扮, 本来就长得老乡的她乍一看就像个老狱, 由于深得慈禧的信任一些王公大臣的夫人, 想给慈禧请个安都会先经过她的安排, 就连外国使臣夫人进宫也需要她陪同接待而且荣兽公主, 还敢于当面之见慈禧,比如慈禧经常穿一些艳丽奢华的衣服荣兽公主, 就批评她打扮得太妖艳,结果慈禧也毫无脾气以后, 再见荣兽公主,都专门穿一些相对朴实的衣服就连珠宝首饰都不敢多戴, 此外荣兽公主还多次在慈禧和光续地之间调和。